大家好,我是深圳风舞伦技术团队的汉安学姐 今天我来紧要的说一下如何自定义APP的主题 首先打开我们的Android Studio 这是我以前开发的一个项目 它的主题颜色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运行这个项目首先就会运行这个文件 按照于群聚声明的意思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就是设置主题 然后打开我们的IES文件 再打开Values文件 再打开主题文件 这个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自定义主题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设置的主题是Smart Home Smart Home 而它继承的附类是这一个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附类吧 在这里可以设置一些预览的主题 然后它的附类就是这个 长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实物上并不是长这个样子的 所以就是通过改变这里的设置 从而使主题颜色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分为一栏 两栏三栏颜色 这里的注释就是我要改变的主题的颜色 就是改变三栏的颜色 分别是这一栏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然后我搜到的就是 这个代表的是第一栏 就是这条 这个 就是代表第二栏 就是这条 这个 就是代表第三栏 就是这一条 然后这里 就是设置 就是这一栏和这一栏和这一栏的分别的颜色 我们可以直接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直接点击Ctrl 加 右键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就代表这个颜色的意思 然后这一条就是 这一串代表的是这一个颜色 然后我们取一个我们比较好认的名字 所以就是说通过了这一条 这一串就代表了这个颜色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改变这三条来改变我们主题的颜色 不同的界面有想要不同的主题 我们只需要复制一下这个 单贴在下面 然后取一个新的名字 在这边调用就可以了 这是Smart Home Smart Home1 我这里还没有用到 今天的分享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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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